農村户外常见野草 遇见可别错过 植物有四大用途 试口性很好 可当作菜蔬 以寒凉得名 在夏季南方多省用作凉茶 传草提取物 常常出现在昂过的化妆品当中 同时它也是很不错的中草药植物 被称之为化石草 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一种南方多省 夏季农民把它当作凉茶 植物遇见可别错过 传生是宝 用途很不错 值得大家来了解 大家看您的身边有没有这种野草 植物学名叫积雪草 它为散行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从植株形的特征来认识一下积雪草 金匍匐 细肠 结上生根 叶片 磨制至草制 圆形 圣形 或马蹄形 边缘有明显的顿巨尺 两面无毛 积雪草 花果期在每年4到10月份 赏询花絮 花瓣软形 紫红色或乳白色 果实两侧扁压 圆球形 野生资源积雪草 风部比较广泛 一般在南方多省 我们常常看见在田野 阴丝草地 沟边 甚至荒野地 都是成片生长 鸡雪草植物名的由来 两代名以桃红锦约 此草以寒粮得名 其姓大寒 故名鸡雪草 植物别名有很多 散行科 叶子是铜钱 又管它叫铜钱草 是马蹄 又管它叫马蹄草 大家又是怎样称呼的呢 鸡雪草在民间 特别是南方多省 农民都会把它拔回去 植物性寒 当作夏季凉茶 在有些地方鸡雪草 因为它的精叶 适口性很好 嫩精叶 一般都会拿来当作菜酥 可以炒食或是煮汤 味道还挺不错 鸡雪草 床草要用价值极高 每到夏季的时候 昨日人去把它寻找 在民间号称为化石草 随着科技的发达 在一些化妆品行业 特别昂贵的化妆品当中 都有鸡雪草的提起物 在专容这一块爱美的人士 鸡雪草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 有些在户外遇见鸡雪草 生性强健 防殖迅速 叶色翠绿当作室内 或是草坪庭院 种植观赏也是非常漂亮 鸡雪草原来有这么多用途 价值方面 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 专一口方面可了解更多知识点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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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